一个虚构的日本私营监狱会有多可怕 囚犯等于玩物 他们不能随意消遣 生存基本就是一种奢求 而会提到这座监狱 还得从一位14岁的男孩 丸太讲起 那天他像往常一样正准备上课 突然一位红色男子漂浮出现在窗外 他邪恶一笑 对整个教室的学生发动血色攻击 幸运的是丸太毫发无损 接着 红一男人朝他的胸口植入了红色物体 当丸太在医院醒来 作为全白唯一的幸存者 警察将结束为犯罪嫌疑人 而玉木厂长是他的辩护律师 在发庭上 丸太被判死刑 丸太不可置信地呐喊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玉木伪造了一个 丸太承认自己是凶手的视频内容 随后 丸太被送进了死球乐园 这是一组民营化的监狱 囚犯们必须通过 为游客们提供即兴表演 来为监狱获得收入 其创办人正是辩护律师 玉木 他接见丸太也可不是想要解救他 是因为他看到了红一男人 犯罪的全过程 而在这里看手掌 臣积奈 手段极其散报 犯人不听话 直接给他一刀 难道这里有丸太开始当一起的老公 期间很是痛苦地说 好想死 这时全身雪白的女孩小白出现了 他很了解丸太 自称是丸太的朋友 可没有等两人过多了解 则是有三个囚犯来找丸太麻烦 双方打起来 俏脚丸太头上的建筑爆炸 而建筑正要掉下来 命犬一线的时刻 丸太内心的求生意志难忌 他发誓要让红一男子被判死刑 为朋友保守 丸太的胸口突然变得鲜红 他一掌将建筑瓦解 而这场事故的发起者正是羽木 他要让丸太带着木须的罪名 躲入地狱 可是在见到丸太的能力后 他想到了更好玩的办法 那就是将丸太变成自己的玩具 为了丸太在义务室认识了英剑阳 想要推荐丸太去参加下游的障碍禁忌 奖金有10万CP CP是求犯罪常用到的钱 但10万却一点都不多 因为犯人带在项圈中都被注入了毒计 若是三天没有吃一个糖果解药 就会死亡 和一个糖果解药的售价 正好就是10万CP 为了糖果 丸太只要去报名参赛了 在球机室里 曾经是跆拳道金牌手的高头士一正 带着小弟进来 他这样强壮的体魄 威胁众人麒麟在场的选手 丸太也被欺负了 正好小白进来找丸太 结果一正却想砸死他 被看守长真心奈给阻止了 虽然没有想到这个女魔头竟然会出手阻止 但重点是玉木在知道丸太参赛后 并安排将比赛难度调高 现在他要开始准备玩玩具了 等到比赛开始后 关卡的阻碍竟然都是真的 第一关的刀阵很多人被砍成两段 台上的观众还只认为这是逼真的表演 这就是玉木调高难度后的情况 他想通过危机 逼出上次丸太展现的力量 和丸太觉得小白的帮助下 来到最后的擂台 等待他的对手就是一正 尤其规则是谁能一直持有死亡球的人 便能获胜 玉太和一正在开始抢球后 地面就随即出现陷阱 陷阱下方是死亡分簇 等玉太达到了一正 他决心向自己的规则贯彻到底 但最后在球和小白掉落之间 玉太也选择了小白 因为他在看到浑身是伤了小白后 便想到之前的关卡 都是小白在保护他 现在难道他保护小白了 所以这种比赛导致没有获胜者 可第三天没有糖果吃了 玉太不甘心就这么死去 玉木也一直在监视了玉太 他称呼那个红色男子为玉醉 并很后期玉太竟然能在玉醉的手下存活 于是收卖了小羊 让他帮忙监督玉太 所以为了了解玉太 羊给了他糖果解料 也算是得到了玉太的信任 但这后来的某天 玉醉出现并且找到了玉太 他将玉太周围的人放出死亡飓风 玉太愤怒地激发了凶狗的力量 向他发动攻击 被击中了玉醉没有还击 要去选择离开 因为观看了全过程 他兴奋地盯住玉太 称他为死囚乐园的贵宾 在玉太醒来 听说原罪竟是被关在居动的穷犯 便立刻要去找他 有小白带路 随时看守长竟然派出安全机器人 在逮捕玉太 因为他怀疑玉太死带武器 在安全机器人的死亡追击下 他们到了居动门口 就在小白要被机器人打中的时候 一位叫天地亲政的男人 从小园中出现滑解的机器人 他观估这男子一样能够使用 最自知的能力 玉太也是从对方这里得知了 最自知的发动条件 那就是用血 天地认出了玉太的身份 想跟玉太对决 但却被工作人员偷袭 麻醉 等玉太醒来见到玉木 玉木坦白 他是为了将玉太带进死囚乐园 才给他制造了这么大的罪名 还告诉他那名红色男子 能使所有感染最自知病的源头 称为原罪 而巨动关押的人 全都是病毒感染者 玉太愤恨他们 发誓要杀了玉木和原罪 但玉太就被通知 明天要和千帝对决 为群贵们上演死肉计 赢了就能得到CP和糖果 输了就得接受惨无人道的惩罚 等到第二天 死肉计开始了 玉太不得不用自己的血 去攻击千帝 结果就导致贫血而差点晕血 玉太毫无还手之力地被打倒 虽然他很落小 但终于再次占起他的勇气 玉太的求生欲再次战胜了肉体 他一击打倒了千帝 然后玉太亲眼看见了失败的千帝 遭受了惩罚 就是活生生地被挖出眼睛 玉太不断地体会着自己的残酷 而当小白找到玉太 学任了保卫式的种人 这是小羊第一次看见小白那恐怖的能力 而造成这原因的却并不是因为玉太 而是小羊为了寻找在驱动的妹妹 中断的电源 导致催眠原罪的曲子停滞 当玉太重新修复电脑后 小白再听到暗眠曲 就瞬间倒地 现在玉太还认识了一位叫水明月的人 他因为遭受父亲的虐待 无意识地使用的最芝芝傻色父亲来到此处 玉太这时候并不知道小羊就是水明月的哥哥 所以玉太决定带着楼落的水明月一起逃走 途中玉太被水明月制造的陷阱压伤退 其实玉太才知道 明天死刘机对手正是水明月 等到了赛场 水明月不在伪装 情纯可怜 而是露出了魔鬼面孔攻击玉太 玉太愤怒地还击 这时小羊出现质问玉太在干嘛 看着哥哥的出现 水明月惊讶哥哥为了自己进监狱 还抽搐为她剪刑的嬉皮 水明月假装感动 实则为这两个笨蛋的行为感到兴奋 她要牵手 让小羊感到绝望 她用小羊当挡箭牌 抵挡住玉太的攻击 这样就让她相信小羊的玉太束手无策 水明月如此折弄别人来保护自己 只是因为在小时候遇见了大地震时 她的妈妈没有先就被剑柱压到了自己 而是先救了心爱的花 从此水明月的内心才开始如此的扭曲起来 虽然水明月卑鄙 但她还是露出了普战 被玉太给打败了 但即便妹妹变得是如此冷血 作为哥哥的小羊 却一点都不放弃她 或许也是两兄妹的情谊 紧了玉太想起了关小白的记忆 那是自己儿时的完败 可为什么路子中的角色会在之前想不起来呢 可现在最重要的是阻止对水明月的惩罚 毕竟她输掉了比赛 都被拆除任意器官 在去救援的途中 玉太却遇到名为自由之所的组织 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反对死球的原本身 因为玉太的正义 自由之所的心绪堂子 和硬刀者简峰智找上了玉太 希望她加入组织 为了获得她的细嫩 只帮忙将水明月的惩罚 投盘为简短头发 这时 一名骄傲闲角的和尚出现 不由分说了要超度玉太三能 闲角是守护者成员 是直接为玉木卖命的组织 在闲角面前 玉太舍不吃嘴吱吱的能力 但小白是及时出现将闲角赶走 只有之所的计划 乘接着国家视察团来检查时逃跑 但主要的是将掌握这个监狱的真相右盘带出去 而六度是自由之所的情报员 这次的淘宝路线也都是她安排的 玉太从亲弟那听说了关于纸的遭遇 当初纸被迫和自己的妻子 成了死头鸡的对手 她故意输掉了被割掉了生贷 然后因为为了舞台效果 命闲角杀死她的妻子 让纸痛不欲生 听完后 玉太很是同情纸 这次纸只想逃出去看看她的孩子 从没有想过要复仇 对此玉太有些不解 到了计划的这一天 他们一群人被安全机器人发现 机器人立马喷出了龙液 马上浓化了一个男人 接着唐子为了救大家 独自留下对抗她 在晚太等人成功来到电梯处时 等待纸和六路去把监控室的开关打开 他们就自由了 然后守护者乘火花却出现在纸的面前 一位小学恶恋起女生 六路也不装了 她也是守护者之一 然后纸并不害怕火花 她信任自己的实力 然后守护者最近获得了酸化粗性剂 可以将存在于原罪血液里的不明落虫 瞬间酸化 也就是说触碰到守护者 武器上的嘴指之 能瞬间被分解 是指的攻击直接无效 恐怖的火花 曾经在幼儿园里 只几部同学 她的信念就是惩罚 是优秀的熟女该做的事 于是火花开始想要解体掉纸 火花思想扭曲 因为从小被母亲严格要求 不论干什么都要被惩罚 只说她不配熟女和优秀恶子 火花被激怒 手臂被她砍断 这顺势将断掉的手臂弄向火花 然后趁机去拉下开关 丸太那边的电梯也开了 他们坐上了通往外面的电梯 丸太他们在电梯出口 却遇到了闲窍的埋伏 丸太他们最支持能力 被对方的武器无效化 从有的证据晶片在丸太手中 他们拼命地保护丸太 希望她带着晶片逃走 结果是让他们突然撤退 丸太正疑惑时 小白突然从管道里出来 而话不说就把手里的晶片 弄进了火里 理由是这个晶片 让丸太深入在危险之中 丸太立马生气地打了小白 让她滚 不要再出现在自己面前 因为大祸 为了这个晶片 牺牲了很多 发生这么多事 玉木却在跟视察团的人开会 而监狱长曾经耐 正在偷偷复制 玉木电脑里的反对资料 她平时的狠辣 都是针对那些真正的死球 这是玉木和视察团的青阳上校 竟然回来的 而青阳也是死球乐园的赞助者 其实玉木的最终目的 就是要批量生产 嘴吱吱的实验题 现在丸太阻在自责之中 开始埋怨小白 而当时他们打算再行动一次 而且是六路却回来了 她询问是谁发现晶片 是个小型炸弹的 害她计划失败 其实丸太才知道 自己错怪了小白 六路带来一群人来 有一个一个的猝死在场上人 为了适当指加入守目者 两年前 闲角很希望指加入进去 因为 她今夜目睹的指 疯狂地将20个人撕探的场面 可惜六路的计划没有改变 因为前提出现 就是所有人 丸太开始崩溃 为什么自己这么没出息 丸太不想这么窝囊 于是请求前提 叫她多发出 超越音速的攻击 这个攻击可以对抗守目者 酸化促进剂 所以丸太开始的特训 有了一次偶然的成功 但糟糕的是 现在玉木为了成为 死球乐园的主人 已经杀了原主人 而原最真正身份 竟然是小白 她误打误撞 难道有闲角的地盘 而此时堂子正伪装集中 想要救出被带走的痣 结果堂子和小白 都被仙脚抓了 想要给恶人公开处刑 外来看到的直播 感念过去 却始终太过落效 而此时却一直在幻想着 自己有个孩子在外面 但仙脚打破了她这个幻想 事情有真相是 她的孩子 已经跟她妻子一起 被仙脚杀死 仙脚以前是当和尚的 可却被三个师兄 顶其凌路 只要看到自己 不养的小猫在地震中死亡后 她才感觉到 死亡过去就是解脱 所以她很善良地将师兄 都杀死 于是便遭就了 现在的扭曲的思想 当时变成了杀人魔 将仙脚的手下 门杀了个金光 和堂子一直自己都知道 直的孩子死了 一直守护她的希望 一直保护着她 在直要杀小白时 王太用身体护着她 努力地唤醒 直的意识 直想起来了 自己活下去的目的 就是为了自由之所的大家 在直清醒后 就让仙脚抓狂 她把直的身体 打出了个大窟窿 拿要去杀王太 王太极度不甘心 在小白的帮助下 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招式 打死了仙脚 这些多亏的纸 用自己身体拖住了仙脚 在进行死前 还不妄将糖果解药 交给王太 事情在此告一段落 王太离开了居动 被送回到原来的病房中 而关于原罪的身份 王太不得而知 关于玉木的阴谋 王太也不得而知 一切都似乎只是开示 这是2011年的神奇动画 死球乐园 极为经典的一部 人性阴暗动画 本来剧中是有强调出 小白跟王太的一些过去线索 但因为看完动画 你也很难知道过去的太多事情 所以 我便将解说更多的 放在监狱中的描述 如果不是因为被下架的原因 或许他不会如此冷门 但看完后的内心 就要深深的无力 因为剧中每一个人 都是凄惨的 我的描述还是相对为婉 更多的还需要各位 自行观看原片 我是少年 因为明天又开了 九星人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 点赞转发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